日前,伊朗国内爆发了多次武装冲突,在美军的支援之下,伊朗西北部的库尔德武装频繁发动袭击,造成了伊朗安全部队不小的伤亡。 面对内部生乱的不利局面,伊朗军方果断进行了境外扎手势打击,直接向躲藏在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控制之内的武装分子走步发射了七名体对地导弹,将叛军头目一锅端。 伊朗这种斩草除根式的军事行动,让美军非常错愕,美军迅速威胁伊朗将对该国进行惩罚新军事打击,并派出大批军舰试入了波斯湾低级伊朗海岸,摆出了一副随时动手的强硬姿态。 然而据伊朗媒体报道,此次美军打批军舰,在驶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美国多久就突然掉头撤退,驶向了与伊朗一海之隔的巴林。 这里也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所在地。 据报道,此次美军之所以迅速撤离,主要是发现了伊朗海军在波斯湾不设的水雷阵,这实际上是伊朗海岸防御作战的真正底牌。 据报道,伊朗是全球最大的水雷保有国之一,拥有上万枚各种水雷,包括老式的机械感应式水雷,和噪音,磁场和智能水雷,这种价格低廉但是威力巨大的水下杀手威胁非常大。 即便是世界第一的美军都不愿介入水雷的包围中,实际上,美国海军是吃过伊朗水雷战的大亏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夜战争末期,1988年美国海军一艘护卫舰,就在波斯湾被伊朗水雷差点炸沉。 在此之后,美军对伊朗水雷的重视大大提升,但是即便是经过多年的针对性演练,美军也没有找到反水雷的捷径。 在2012年美国海军还先投在波斯湾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水雷演习。 大批军舰大三骑虎忙了十多天,但是只发现了十枚水雷,而演习投入的模拟水雷数量只有29枚。 可想而知,如果是伊朗出手的话,那么不涉及板上千枚水雷都是正常的,这足以让美军寸步难行。 美军是专家担心,如果伊朗真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么很可能部署大批水雷,并服役大量的岸线导弹和导弹艇。 在空中,水面和水下形成立体式的封锁宝,对美军而言这无疑是最头痛的情况。 即便美军能集结航母战斗军,即外伊朗海空军,但是密布的水雷依然是个大麻烦,而波斯湾的石油运输,肯定将陷入停顿。 这比将造成全球石油市场的巨大动荡,而这种损失是全世界都无法负担的,因此这也是伊朗始终不具美国动威胁的最大底气所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